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国民及时通讯软体 Kakoto东部公司Kakoto 投资了100多亿准备的新人女团Maybo 因为很特别的理由 在饭团引起了热议 四人组合新人女团Maybo 将在1月25号公开出道专辑Pandora Tsubax 目前已公开了有关事件观的影片 以及概念海报 甚至在海外也出现了粉丝账号 但是就像这个留言一样 很多网友们留言问 他们是真的吗? 这种非常奇怪的问题 而这理由是因为Maybo是虚拟AI女团 哇哦 对,这是Kakoto与一家IT企业合作制作的虚拟女团 因为很多网友们表示 成员们的长相能联想到真正的女爱豆 所以就在韩网引起了热议 第一眼看的时候因为都好漂亮 所以就在想 到底是在哪里召集了这四个人 原来是虚拟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 因为能看出是参考了哪些真人 所以很不喜欢 确实有最近女爱豆们的感觉 一点都不陌生 粉丝签名会演唱会要怎么办呢? 拜托不要让机器人AI进入到爱豆文化 我们喜欢爱豆 你想要什么样的能力? 我们来看一下不僧观的回复 让庆祝我生日的人都能发财的能力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邀家庆鼓粉丝们爆哭的理由 今天1月16号 是邀家庆鼓出道8周年的日子 而今天邀家庆鼓成员们聚在一起 各自上传了合照 不久的未来 很近的未来 我们应该能看到邀家庆鼓完全提舞台的 然后1月31号 BBG回归大发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一位网友发给我 差一点让我笑死的影片 先生做个随机采访可以吗? 嗯 请问你愿意和谁 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呢? A 您自己的老婆 B B 这个男人真的是好勇敢好敬佩 竟然能把心里话说出来